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9线针对本路被盗 有人估算 这次损失高达6亿人人 案发后第三天 开封市公安局局长伍和平说 不破案就辞职 将警方推到了封口浪尖 经历整整三个月追踪奋战 一名叫肖长荣的外围犯罪分子被成功抓获 警方也成功起获了五件失线 而是40 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那批价值6亿元的被盗文物究竟在哪 那会儿狡猾的盗宝贼又是谁 今天 让我们跟随当年侦破此案的救宝英雄 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起 揭开918国宝失窃大案背后的绝密往事 1992年9月18日 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发生一起惊天大案 假值6亿元夺宝本一夜之间洗劫一空 经过三个月的追踪 警方在武汉追回五件本 并成功抓获曾经与918大案四名主犯有过密切接触的肖长荣 可在审讯时 这个叫肖长荣的嫌疑人 向他脑油条急不可作 你不交代是吧 好 我们有很多办法让你开口 当时我们故意在审讯室 摆了一块能发出很大声音的钟 每走一秒都 当 当 当 他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做 等着他主动开口 就这么过了好几个小时 突然间 潇潇地说 能不能给更严重 当时我就知道 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过来 据笑长荣交代 自己并没有参与盗窃 只是曾经见过那批文物 那伙盗宝贼一共有四个人 除了让他帮忙打听背后白色仓塔纳的刘靖 自己还认识一个叫刘农军的人 这个人就是这伙盗宝贼的老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